大家好,我是艾特金英的周全老师 那么又到了我们每周的英语趣味小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礼貌地形容人的身材 那么一说到人的身材呢,基本就两个概念 要么瘦,要么胖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胖 一说到胖,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都是小学一年级老师给你教的那个单词 叫做FAT,FAT 其实FAT这个单词是相当不好的 你去搜索引擎,打入FAT这三个单词 那出来的图片都是那种胖到无边无际,肥得流油的照片 因此你如果用FAT来形容人 那肯定是比较不正面的,甚至是相当有攻击性的 类似的单词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Plump这个单词表示很胖的 Overweight Weight这个单词表示重量 那么Overweight就是超重的 没有人希望自己被称为超重的吧 还有一个单词呢,叫做Tubby Tubby这个单词啊,本身的意思表示桶状的 想想看,四四方方桶状的 如果你被称为桶状的 那你肯定是不开心的 那么还有一个单词叫做Stocky Stock这个单词啊,本身表示存货,囤积 那么也就是说给人的形象就是一个人身上有好多的脂肪 脂肪的存量非常的多,因此它也是不正面的 那么说到现在,到底什么才是正面的 积极的来形容一个人比较丰满的表达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单词叫做Bonnie 注意哦,这个单词叫做Bonnie 那如果你要形容一个小姑娘或者小男孩 她是那种胖胖的很可爱的那种呢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单词叫做Chubby 好,刚才我们聊完了胖子 现在来聊一聊瘦子吧 我猜你们一想到瘦 一定想到小学老师告诉你的那个单词 P-H-I-N thing 包括还有一个单词叫做Skinny 就是Skin表示皮肤 变成了它的形容词Skinny 这两个单词一想到给人的场景 都是那种瘦到皮包补 一点美感都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两个单词就是不推荐使用的 还有一个单词是医学上的表达 叫做Anorexic 这个单词的来源叫做厌食症 那么通常厌食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瘦的 那么我们也不喜欢这个单词 甚至还有Underweight 叫做标准体重以下的 以上这些单词都不好 记得都不要用 那么什么单词才是真正的好的单词呢 在这边我们推荐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Slim 一个叫做Slander Slim Slander Slander Slim 好 记得要用对哦 千万不要跟你的女神表错白哦 OK 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胖和瘦的正确表达 希望大家能在生活当中避免这些误区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扫描右边的二维码 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